俄罗斯《独立报》网站近日发表题为 北京找到了华盛顿的痛点的文章称 当中国宣布对美国液化天然气实行10%关税后 华盛顿陷入了弱势 路透社认为中国的关税破坏了 特朗普将美国变为全球能源领导者的意图 路透社分析时警告称 在中国决定自9月24日起 对美国液化天然气征收10%关税后 美国未必会成为全球能源领导者 根据路透社的数据 2018年美国差不多能出口 超过28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 6月起锦斯搜转由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船抵达中国 相比之下今年前5个月有17艘 文章称 北京令华盛顿的野心遭受重创 但实际上不管有没有中国 华盛顿离全球能源领导者的称呼还很遥远 艾弗瑞公司分析部副主任纳塔利亚 米尔恰克瓦说如果说到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供应 美国只不过是拿愿望当现实 美国的客户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量十分有限 实际上一年出口280亿立方米 这在中国和欧洲一年需要数千亿立方米的背景下微不足道 这位专家认为等到俄罗斯天然气 通过西伯利亚力量输向中国 中国对美国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就会下降 文章指出起初美方邀请北京进行下一轮谈判 随后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进口的关税生效 这令任何谈判都变得没有意义 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塔玛拉萨弗诺娃说 贸易战之下长期合同 和可靠的美中供应失去了现实性 而作为重要能源供应者的重要性正在凸显 对中国而言 俄罗斯是忠实的长期责任伙伴 阿洛尔经济公司分析师阿列克谢安东诺夫明确表示 在冲突2019年可能升级的情况下 美国的能源销售或遭遇一系列阻碍 液化天然气如此 未来石油也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